Omicron變種病毒感染力強 世界衛生組織統計 上週全球新增了1500萬確診病例 創下一週新增確診數的記錄 魔王變種難以阻擋 美國防疫大將佛琪表示 恐怕每個人最後都會受到感染 不過他還是強調 疫苗仍然能給你一定的保護力 Omicron再度引發美國疫情升溫 平均每天新增75萬確診病例 接近15萬住院病例 以及1600起死亡病例 美國CDC預測 未來一個月 平均日新增死亡病例還會再增加 每天恐怕會有多達2600人染疫身亡 也就是一個月內 會有再超出6萬人死於新冠肺炎 儘管CDC主任表示 死亡病例大多人由Delta變種病毒引起 但Omicron疫情延燒 還是給美國帶來其他問題 住院人數增加 讓醫院快要超出負荷 捐血庫存也拉緊報 檢測劑嚴重不足 各地檢測佔大排長龍 為了維持學校繼續開放 讓學生老師能面對面上課 白宮承諾廣發檢測劑 有學校動用防疫犬來幫忙檢查 有沒有學生感染病毒 確診病例數太多 導致各行各業包括航空 警銷醫院學校通通人手不足 當局緊急修改政策 確診人員如果沒有症狀 就能回到工作崗位上 美國疫情升溫中 英國冬季疫情也在創新高 新冠肺炎佔據了大多數的病床 嚴重排擠其他病患的醫療資源 英國自11月27號發現第一起 Omicron病例 確診數就快速攀升 到跨年時來到高峰 接著新增確診數就開始下降 專家認為英美的疫情 會和最初發現Omicron的南非一樣 延燒一個多月後就達到歷史高峰 然後又快速降溫 因此英國這第四波疫情 很可能一個月內就會消退 有專家認為 大部分的人都感染Omicron後 可能代表疫情即將終結 但也有專家警告 新冠病毒十分狡猾 會如何演變 下階段的疫情會怎麼發展 都還有很多不可確定的因素 防疫完全不可鬆懈 TVBS新聞與四營綜合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 全新YouTube頻道TVBS 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小鈴鐺 我們現在過談 我們開啟小鈴鐺,我們來拍攝